在洛杉磯 有一群愛好舞蹈的華人 成立了美國華裔舞蹈協會 過去26年來 每一年都會舉辦一次 大型的舞蹈表演 今天他們宣佈 即將舉辦第27屆 中華舞篇的演出 今年參與演出的舞者特別的多 預計將會是一場藝術盛宴 由華裔舞蹈協會所舉辦的 第27屆中華舞篇的表演 今年將由南加州 17個活躍的舞蹈團體 共同擔綱演出 今天華裔舞蹈協會 宣佈了他們的演出陣容 和表演內容 舞者和舞蹈種類特別的多 是今年的一大特色 今年就是我們的團特別多 我們的舞者今年有202個人 真是非常好的 我們這次的舞 當然也是融合了所有的種族 但56個種族不可能 我們只有17之舞 裡面我們有一半是漢族舞 可是您知道漢族舞有各種不同的風味 華裔舞蹈協會表示 每年中華舞篇的表演 觀眾都是大爆滿 為了感謝其老前輩們多年的鼓勵 今年也將贈送免費的入場券 那今年跟往年一樣 我們有100張的給老人 給新年輕人的證票 65歲以上的長者們 只要當天憑ID到現場來 可以免費領取證票 第27屆中華舞篇的演出時間 是4月19日星期六晚間7點半 地點在盛蓋博市立劇院 過往曾經在停車上出現困難 今天華裔舞蹈協會特別宣布 今年的停車不會有問題 他們租借了更多的停車位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踴躍前往觀賞 現場可以購票入場 18台新聞黃明儀 宋曉雲 羅蘭剛採訪報導